如果你真的餓了, 根本沒得後悔 是, 廚師好, 廚師好怕… 你做得多好, 都會有人說 不做生是一個生活 其實女人還是要愛才能跟男人相處 我們有新理想的需要 幾個老婆的意思 像我這樣, 最少四個, 最少的 各位好, 這是我的家 我請一些嘉賓, 大家出來聊聊天 這是我的拍檔 是, 太陽拍檔, 譚小華 譚小華 除了我之外 還有兩位TVB的新進美女 劉倫堡和五思玲 我們一起合作炮製這個節目 讓大家說音說食 我們會說的題材是 比較溫馨一點 比較家庭式一點 比較大家真心一點說的東西 如果你抱了這個心情 看我們這個節目 我想你會享受這個節目 我還知道有一個環節 就是蔡先生說說烹飪的心得 但各位會去這個街市買菜 是, 我會的 據蔡先生所說 挑蟹最重要是挑重手和生硬的蟹 所謂重手就是因為蟹重 自然就多肉多膏 如果不可以用手去感覺重量 就可以用燈光照高 而照的地方 通常是兩邊蟹蓋的頂角位置 有所謂頂角高蟹, 就為之靚蟹 至於挑蟹, 就要挑些三眼的 會吹泡或眼眶眶眶的 就一定是三眼的蟹 下次挑蟹的時候 不妨嘗嘗這個方法吧 謝謝… 好了, 讓我介紹 今天我們請到的嘉賓 分別有陳可新先生 梅艷芳小姐 和舒淇小姐的 我知道舒淇要為我們做食物, 好嗎? 不如一、二、三先做 有什麼材料? 有些… 過來幫忙幫忙 我覺得他不好碰 我也覺得我不好碰 雞肉, 青椒, 辣椒, 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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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首先我們先放些雪頭 這樣呢? 打擾 這是什麼? 辣椒? 辣椒 不記得了 然後呢, 不知道好不好吃 好奇怪 然後呢, 它有點辣辣的味道很好吃 雞油 這樣, 放進去 之後呢, 我們已經燈了 好了, 好了 把這些放進去 好了 我先放進去 好了 那些油 那些油 好 好了, 舒淑, 煮這個還沒成功之前 等它慢熱了 我們就過來這邊, 好不好? 好, 煮熟一點雞肉 我們來看看是否煮蟹 就是先頭把所有的蟹 蟹蓋向下 這樣就灑好多粗鹽, 最好是這麼多鹽 全部進去 這樣灑好以後, 讓它燜到它的香味 叫你的時候, 你打開 這個我已經在五個小時之前煮好了 是,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 是, 準備好 變成這樣 好, 給大家觀眾看看 這個是甚麼蟹 這個是旦家人, 沒時間煮菜 就是捉到最新鮮的蟹 就這樣丟進去灑粗鹽蓋上蓋上 你會聞到一點香味 鹽焗… 也不算煮過, 也不算煮過 又聞到那些蟹 是 很好吃 很香 因為時間關係已經正確了 沒有了, 完了 我真的有點腥味 有點腥味 好香, 青椒味 這個人可以 是米茶和煮辣 是的 炒得兩手 然後加點豉油 加這麼多就不會很鹹 吃起來很少的 算少的 要…要濃味一點 已經掉了 糟了…今天, 糟了, 糟了 吃一會兒再照吃, 沒辦法 誰吃 我們先照吃, 我們先吃 剛才吃的東西鹹一點 原莫想的 鹹鹹嗎 很鹹 失敗了 好, 大家不要吃 我看得挺看得的, 挺色彩的 好… 好… 好, 大家… 好, 拿點香味 大家一起嘗嘗味 不是在這裡嘗嘗嗎 對 在這裡嘗嘗就可以了 好, 拿點香味 來… 用手吧 大家先嘗嘗, 拿點香味 我用手來拿去 好, 拿點香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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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也挺有天才才才才行 好, 不如我們說說怎樣享受人生 吃東西吧 先頭那種不是職業人煮的東西 是業餘的人煮的 現在這些是最好的杭州菜 那人也喜歡吃, 吃是實際的事 你現在對於愛情怎麼看? 我對愛情的取緣 不是的 你希望有幾個男朋友大約五歲 你怎麼說過的? 你以為我不看… 你以為我不看 娛樂新聞嗎? 我沒有說過, 一定有… 有… 你怎麼說這個問題呢? 你說喜歡一個男人大約五歲左右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喜歡一個人 無論他比你大或比你小 我相信一個就是緣分 我覺得要爭取的時候 就已經不是真的了 是真的, 是有就有的, 不用爭取 你撞到就有 是有就有的 而撞到的永遠未必跟你的條件符合 我同意 完全 對, 你們倆就是… 到那時候我們有心理上的需要 你們還在等原份, 不知道等到我 你心理上的需要 你全部被壓在一個房間敷死, 難死 根本就不可以這樣 對 那樣又不同 我覺得可以… 一面等完份, 一面拍散拖 是不是? 那當然是心多 有什麼心多? 我需要我的身體給我告訴我 告訴你 告訴我 應該轉… 口口開始 對, 我也知道 不過一個人的緣分,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 不是只有一個, 我覺得 對…絕對是很多個 其實有很多個, 只要選 好運就多幾個 不好運就只有一個 或者一個也沒有, 不好運就… 你們贊成是同時可以擁有幾個 不是… 是一生人有很多個, 這不是同時 如果真的緣分同時 你碰到一個, 你怎麼會去找別人 找別人 沒有時間 不是, 那個緣分對你特別好 不是多給你幾個 有的 同時 同時 同時, 為什麼 不是, 我覺得一生人之中 你可能都是在追求一個 我們拍愛情故事, 無論我們什麼 我們都是在追求一個夢 很完美, 很…自己很喜歡 明白, 絕對明白 不是身邊很多, 我們叫頸花水月 有很多東西擦過 這些不是真實的 頸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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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 但我們希望追求一個就是真實 我們最後追求的是自己 我們喜歡的那樣, 心愛的那樣 拍親拖的男性 是不是你一跟他拍拖 你又覺得我將來會嫁給他 你有沒有這麼想過 他也是的, 他每一次都是這樣 是的 是的, 我見過幾個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幾個 幾個, 好幾個 是的 基本上… 基本上是忠心的 這個人很投入 很投入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愛了 根本不能後悔 對, 無論你跟那個男性的將來 有沒有將來 但我起碼現在這個時間 我真的會覺得 我想跟他一起有將來 有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是他挺好 但我又不是很肯定 那就先拍一下 這樣你先拍嗎 還是你每次都是… 是他了 一見到就是他了 是 未必一見到 可能是做完朋友 做完幾年朋友 突然間覺得是他 然後才拍拖 我想知道那個… 或者… 進入狀況的… 通常我相信一件事 就是我自己… 我覺得眼緣是很重要的 或者我第一眼 我會覺得這個… 只有跟我做朋友 我可能一路下來 或者很多年後 我都會保持這個人 只能跟我做朋友 就不會做我男朋友 如果我第一感覺就是 我第一眼就覺得 這個做我男朋友就好了 你相信那個人 我可能是太多幻想 我覺得這個做我男朋友就好了 我覺得他有安全感 或者我很喜歡這個人的感覺 或者…我會這樣 所以我相信第一眼的眼緣很重要 所以我不想這些一聲一寫 或者… 經過了幾次的拍拖 你現在想找的對象 會否改變了自己的品力 我還是相信緣分 其實… 你可不可以把所有的東西 都推給緣分 你沒有特別要求… 你們沒有動物的本能嗎 什麼?例如? 你… 你給她說… 你給她說 不, 例如喜歡就喜歡到死 不用想那麼多 你動物的本能是說死 應該這樣吧 愛和性… 可以性開始愛結束 可以嗎 可以, 絕對可以 愛結束 我覺得對女性很難愛 女性是要有愛才有性 每個人都這樣想 每個人都這麼失望 每個人都這麼失望 詩琦呢? 對 她喜歡台灣一個男朋友 香港一個男朋友 一個一個 這麼厲害 為甚麼 我去香港有人照顧一下 對 其實我… 我不是一個很專一的人 因為我從來不相信 有一個男生 會對我一生一死 這麼好 這是今晚的高潮 不過我說真的 因為我看… 我很多朋友 其實我覺得一個最好的男生 她身邊一定要有很多女生 圍著她 很多人有 對, 一定有很多人有 如果她可以對著我一生一死 人家會很羨慕 這些女生會眼紅 特地去找你的男朋友 或者你的老公 我覺得有 所以我不相信這些一生一死 這麼小的一個看法 對感情的看法這麼成熟 有甚麼影響到你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真的有一個男生很喜歡我 我也很喜歡他 以前之前 他大了我十六歲 那時候我跟那個男朋友 其實他真的對我很好 我真的很愛他 到最後 我完全看不出他 又贏好一種缺點 其實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因為我二十歲 我已經遇到很多男朋友 但後來他外面還有另一個女人 因為我很難過, 很心想 那時候他覺得很失望 因為這樣才覺得… 我想知道他外面有另一個女人 是真的有另一個女朋友 還是他只是所謂滾 俗語說 他這個女朋友 其實他不太喜歡這個女人 我就是不練 如果你不太喜歡這個女人 你為何要跟他… 對吧 因為新鮮感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大難人主義的人 是 他喜歡你, 一定要在家 他一定要你在家 我那些變態一點, 那些好 他叫你在家 其實不代表他喜歡你在家 其實就是代表他不喜歡你 所以才叫你在家 是嗎 我覺得男人是不喜歡女人在家 因為當男人永遠把女人放在家 在家裡的時候 這個女人什麼都不認識的時候 他一定去找一個認識更多 他家裡的女人的人 其實女人永遠要拿著一個 我們稱之為上手 永遠要… 永遠要讓男人有一定缺乏的安全感 男人和女人 一定要永遠覺得有缺乏安全感 覺得女人外面還有很多他自己的世界 這樣這個男人才會珍惜這個女人 當你放在他家裡的時候 你覺得你完全沒有另一條路 除了我之外 任何男人都不喜歡這個女人 就是女人千衣百順是… 是錯到極了… 是錯到極了 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玩 因為是喜歡他 所以才…你叫我在家 這樣好, 我在家 這個不是喜不喜歡玩的問題 完全不是 這個就是說…你的毛病 我覺得你是太過瀟灑的問題 因為你不餓男人 甚麼叫 你煩他 煩他 你經常替他洗腦, 餓… 我覺得我餓得太多 是嗎 通常被我餓走了 那就餓走一次 如果他沒有讓你餓過 他就…所謂的Peter Upper Hand 就是餓到他喜歡為子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女人 你不可以讓男人知道 你太多 就是不可以讓他知道 你太多 你在想甚麼 對 就是永遠都是 你打電話給我 好, 你打電話給我 我現在在做甚麼 不要 我在等你電話 千萬不要 我在做甚麼 我在等你 你不打電話 我幾乎睡不著 就死了 千萬不要這個感覺 對, 我覺得愛的時候 就是愛到應該是光光烈烈的 愛到瘋了, 這些叫做愛 不是, 就是我 我瘋了, 你說我瘋了 對, 就是我瘋了 對, 這些就叫做愛 但是這個… 所以我喜歡你這樣 就是你愛可以這樣去愛 你這樣愛了 得不到又有甚麼分別呢 得不到就不好 現在單身的女人很多 其實得到不是最重要的 是那個過程才最重要的 是那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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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有更多次的機會 有那個過程是很幸福的 所以我覺得能夠有這樣… 你覺得我幸福嗎 幸福到極了 得到… 結果到最後就是沒有的 得到到最後都是不幸福的 所以不用唱那首歌 說癢癢癢癢 甚麼癢癢癢癢 癢癢 大五歲 我都沒說過有甚麼大五歲 我誤會你… 我誤會你 我誤會你 想不想很快結婚嗎 好嗎 他想的 基本上我們想 想有家庭或小孩子 因為可能我過了一個人的生活太久 而且我從小到大 我小時候的家庭生活 給我不是很安全的感覺 這個我有甚麼 我是很想如果自己現在有一個家庭 或者有一個幸福的世界 我自己叫幸福的世界 可能我會做甚麼 或者我想嘗試另一種生活 這個我明白的 我… 如果這樣說我會了解 你明白嗎 我明白了 但想和做不做得到兩回事 做不… 你自己住了這麼多年 你真的可以和另一個人住嗎 你覺得嗎 我覺得可以試的 因為如果你太自由了 你不可以自由一輩子 我們現在叫自由 自由到老的時候叫孤獨 所以人不是選擇嗎 你要選擇你的上半生還是下半生 有很多女人不結婚 不會孤獨 怎麼會孤獨 其實不要放太多霞想在結婚裡 因為很多時候結婚都是孤獨 都頭內頭是一個人 總比住老人院更好 我自己說得好 住老人院主要看你自己有沒有錢 你不要經常怕住老人院 有錢也不用住老人院 好嗎 你…你很不安心 你真的…你…你不穩定 你精神不穩定 你經常怕這些、怕那些 你已經拜了佛 已經收了你做女兒 不是,那是另一件事 另一件事 我只不過希望有另一個妝囊的世界 無論你老了也好 有個盤可以說話 對,不用說話要對著牆 那你經常說話 你現在會不會經常這樣自演自意 是嗎 Siggy是否第一次拍戲 就是要你脫衣服 是 那你當時的感覺是怎樣 其實已經… 站在香港拍戲之前 我一之兩,來不來… 還在想來不來已經在香港 你拍那部戲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有一場戲 是,其實已經… 你可能… 我覺得是自己給自己的一些… 壓力 不是壓力,是自己的 是什麼? 責任 責任… 責任… 責任,我自己也… 我自己也… 我自己也不准重 還替別人翻譯,真是壞 好,責任,好 所以… 但是正式拍攝那一場戲的時候 你怕不怕? 怕,當然怕 但是… 因為… 其實… 因為自己知道自己是一個心的原因 沒什麼人理你 所以之前我很去平衡自己的心理 我知道今年要拍這場戲 其實我已經在家裡很掙扎 但是我來到現場 導演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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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這樣的 但是其實很難過 我又不會表現出來給別人看 但是現在… 你是演員,你不應該表現 所以其實自己的心很難過 為什麼…做這些事 其實是很尷尬的 我已經在酒店… 因為來香港 我是在酒店 我已經做了所有的心理準備 我先去拍的 所以我平常不會說 任何一句話 說我不拍或者什麼 我都不會的 我已經… 好,我來到這裡 我全部都給你了 那… 如果真的很難過 我心裡還是回酒店自己 難過吧 哭… 哭…很難過的 如果現在再…要你拍 那你會不會再拍 說真的 如果真的叫我拍 我真的不會想去拍 因為你知道自己以前怎麼走 走,怎麼走…走過路 走過路 你當然不會再回頭 不會再回頭 因為很辛苦 其實… 那你會不會畢業了 就是你明白了這一點 需要的話 不是很正常的做法 其實… 如果… 你不做的話 你就不正常了 是嗎 你做的話 你就不是畢業了 其實現在已經畢業了 所以其實… 所以你畢業了 你就不要介意 你以前做的事 就不做了 對 但如果你已經… 你一個人 已經解脫這些形狀 這些事 你就不想被這些包袱… 包袱… 包袱… 就是回到自己的身材 但如果是為了一個好的劇本 劇本… 沒有所謂的 我想她主要是看一個好的劇本 是… 如果真的發展到… 值得不值得的問題 對 我覺得… 如果有一個好的劇本… 我一定不行 因為大家已經戴了有色眼鏡去看 如果我去了其他地方 可能我會成功 為什麼呢 我覺得大家不會戴了有色眼鏡 對, 毛遠芳穿衣服 她會做好一場戲 因為不會這樣 我覺得是自然的 我就做到, 好的 突然說 我脫了一件外表 大家已經說 怎麼搞的 骨慘慘了 可能已經戴了有色眼鏡 就很難了 其實我覺得 你不穿衣服是一個生活 你洗澡, 你穿衣服洗澡 你說不要穿衣服洗澡很奇怪 所以這是一個很生活化的東西 生活化 對, 好像很多畫過電影都是 今天起床身 有些人睡覺的時候不俗衣 起床身後又拿一件衣服 但也沒事了 我覺得很自然 其實我覺得電影有些最好的事 就是很多女演員她脫衣服 不是一場love scene或性愛的戲 譬如可能性愛的戲是沒有的 但是起床去雪櫃拿杯, 拿瓶啤酒 那一下一開個雪櫃有個燈 照著一下子 然後完全不會宣傳, 不會做任務 對, 她是自然的 那純粹是因為人就是這樣 我覺得阿妹是最平衡的一個 你跟她說話是怎麼說的 所以她做媽媽, 她不介意 剛才跟嘉賓聊得這麼開心 現在不如讓我介紹一些好吃的東西 給大家 說到吃, 香港人就最講究了 好像這間這麼富中國特色的粵菜廳 你別以為這裡是一間酒樓 其實這裡是一間大酒店裡 這裡的環境可以說夠古色古香 很有中國的特色 就像這些雀龍吊燈 還有由貓幻石造成的餐巾套 還有筷子座 再加上絲綢造成的中國畫 真的夠古樸 看完這麼漂亮 這麼有特色的環境之後 當然要嘗試這裡的拿手好菜 快說快 我來的 第一味就是觀燕養竹生 材料包括有最好的竹生 頂級的燕窩和火腿絲 第二味就是水蒸蝦仁炒廁 材料有鮮蝦、蛋白、芽菜和金山勾廁 第三味就是圓隻鮑魚 材料包括瑤柱、火腿、蝦米做湯 主角當然是鮮鮑魚 第四味就是珊瑚蟹肉炒鮮奶 材料有頂角高蟹、鮮奶和蛋白 最後一味就是甜品 叫陳皮燉雪梨 材料就是雪梨和冰糖 據說是有養顏的功效 連甜品也很有特色,真好吃 不過這次太飽了 等下一次我再介紹一些好吃的東西 給大家 蔡先生,你對酒很有研究 其實是不是女兒紅有什麼分別呢 你想喝起來也一樣嗎?可能 不是 我不會分別 現在絕對不分別 這些是凍飲也可以 這樣不用放華梅 又不用什麼都… 華梅? 華梅,好嗎? 這樣喝了,如果有醉醉的 走出去被風一吹 已經清醒了 就會吐 又可以,是其中一個選擇 我喜歡你 另外就是… 我們以前有漂亮的白蘭地 都是用這個水晶杯 這樣…這樣… 這樣… 每個人都有一個… 觀念是這樣餓 把手的溫度做到熱一點 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 以前是這樣相信的 一喝一聞就… 多喝? 酒已經醉了 酒精…酒精的味道全部出來了 現在人多數是用這個 其實也不用喝酒 我覺得聞酒已經很興奮 真的嗎?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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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酒精的味道 其實這些杯不是應該喝白蘭地 是嗎? 這個喝白蘭地 這個就是,這個不是嗎? 不是的 這個… 不夠濃的感覺 以前也是喝這個 現在比較新的人喝這個 這個杯 這個酒有什麼看法? 你忠忠喝酒 除了這個呂怡紅 我幫你做主事先答 除了這個呂怡紅 我覺得任何酒都不好喝 是嗎? 這個好喝,像湯一樣 對 這個真的很好吃 女兒紅 女兒紅不是加飯酒嗎? 是花雕,是饒慶酒 有,就是在肚子裡賣了十八年以上 至少因為女兒十八歲才嫁 十六歲也可以嫁 十六歲 以前流行十六歲 好像這樣 其實三位嘉賓能否喝酒 會不會是很容易醉 你剛才說 你呢? 你呢? 連蚊子都很喜歡 不是很容易醉 也能喝嗎? 可以,一般 喜歡喝什麼酒 別說謊 要說真話 其實以前喜歡喝大陸的白酒 白酒 但現在喝了這個 這個… 大陸的白酒 大陸的白酒很近,很厲害 但很香 大陸的白酒喝醉了之後 你完全不知道你幹什麼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你幹什麼 會有點危險吧? 這個人… 這個人以前是妃女 坐電單車 什麼都敢 電單車不一定是妃女 不是,是妃女 自己認是妃女 你是不是妃女 因為你這樣很刺激 好像你喝醉了 我以前也是妃子 我以前也記得 記得年前 五十多年前 五十多年前 不興太久了 那時候我們也是穿… 穿屁股 屁股 屁股 有一個馬蹄鐵在屁股後面 你轉彎的時候 就把馬蹄鐵在地上磨擦 一磨擦就有… 有花出 那就很有型 這個叫Hot Shoes 熱鞋 妹姐呢… 可以喝嗎? 基本上我不是很喜歡喝酒 不過我覺得喝完酒的人 就會輕鬆一點 會舒服一點 就像舒奇說的 因為其實我們做這一行 有很多壓力 很多東西有很多壓力 平時要言行舉止 喝完酒的人 可能不是不負責任 可以輕鬆一點 可以說話或聊天 也可以輕鬆一點 有時候 酒精可能會影響一個人 鬆弛 但不要說不膩 很傷身體 測試就可以了 喝醉的話 就是讓酒喝了 喝到很舒服的時候 就是喝酒 就是你喝它 不是他喝你 我想任何東西都是這樣 也是 電影都是 電影可以玩回來 是… 那啤酒呢? 啤酒呢? 啤酒呢? 我不能喝酒 我很羨慕蔡山 因為他經常跟我的酒店好喝 我喝甚麼酒 我都覺得很難喝 基本上 因為我想是舌頭的構造 我想是生出來的 但有兩種酒我喜歡喝 有一種也是很難喝 但喝了之後就不會頭痛 不會有所謂Hangover 不會… 不會想喝 對,不會有很多問題 就是金門高粱 高粱? 反而最厲害的是 我甚麼都不喝 我只喝了 但那種就是喝了少許 一喝了就只會有少許Hangover 那就沒有其他東西 那樣是東西 今天就找到一種 類似的一種 是很好喝 這隻很好喝 我只覺得喝少許已經很快Hang 其實就比較好 有些人喝了很多 例如啤酒 喝了很多 喝了一股氣 其實只是很辛苦 一件事就是想吐 但你沒甚麼感覺 這裡不會放鬆 只想吐 想吐 根本就是虐待自己 基本上是 這個圈中有沒有知己 例如之前你拍拖 散了的男朋友 會不會是散了之後 也會和好朋友 那個倒轉少 那個反而是少一點 朋友有 有,去圈中有幾個真的好的朋友 圈中有很多朋友 首先我們第一件事 不是這個利益衝突 是我跟你做朋友 有沒有…有沒有好處 不會的 就是拿一個真誠出來 拿一個真誠 我覺得絕對應該拿一個真誠 去工作或者你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經常對感情 或者某件事也好 失敗也好 起碼有一件事我真誠 我對過我身邊所有的事 我都是真的 不是,你真誠是很 但是你可不可以改變一下 你不要讓別人等這麼久 就習慣了 甚麼等 因為我們… 男生等女生是天公地道的 不是甚麼 但是…有時候幾百個男子演員 有警察 有小販 你說工作… 我想解釋一件事 我絕對… 我絕對可以說 工作上不是一定說等我 Saisan,你又弄錯了 是因為我覺得某一段時間 那些人會覺得我可以承受那個責任 那便都推到我身上 其實我不是 我這件事… 如果製片人覺得這件事 可以的 你… 梅艷芳可以承受這件事 便可以了,沒所謂 那這樣就推給你 就是說 不能這樣等 是 我拍過每一次的 不算太遲 雖然也遲 不算太遲 但是我想說的 就是我拍這麼多演員 她是很專業的 很付出所有的 她近乎是最專業的 因為她除了付出之外 還有一件事是很難得的 因為演員是… 幕前是很麻煩的 我們做幕後 我們知道幕前的人 很多困難,很敏感 你跟她說話要很小心 很多自卑感 很多自卑感 很多自卑感,很多自大 但是我覺得 妹妹是最平衡的 你跟她說話要怎麼說 所以她做媽媽,她不介意 其他人別叫她做 少許她都介意 你說錯一句話她就會很介意 Peter,你現在有沒有拍拖 沒有 沒有… 沒有 是沒有的 情編的女性是最吸引 其實那件事不能選擇 隨緣其實就是隨心 隨心的 某程度上是隨心的 心想什麼就做什麼 但是你沒有… 那是真的向自己忠實 你今年幾歲了?在哪裡? 三十四 三十、三十四 三十四?那怎麼搞?怎麼解決? 可否滿足我們生理上的需求呢? 我真的挺喜歡的人 才可以做生理的需要 對嗎? 她的理論就是不用的 隨便一個人 她的理論就是不用的 不用的 有一點分別 是嗎? 當然是男人有一點分別 因為我曾經拍過一部電影 幾年前,《萬九朝五》 其實最有趣的探討就是 因為男人可以跟不同的女人 這個全都知道 但是女人可不可以跟不同的男人 女人可不可以跟他不愛的男人 我們做了很多研究 就是問了很多 是真的跟很多他不愛的 是一夜情 即今晚明早都不記得 但其實某程度上都是假的 談過這麼多話 發覺無論多少性伴侶的女人 他告訴你,原來他也是假的 他不是不需要愛的 不過他找不到 所以做那件事來騙自己 他們會說他第二天 他為什麼要一夜情呢? 因為第二天他很希望 有個人跟我吃早餐 可能硬起床,不知怎樣 或者看到家裡的廁所板 是拿起來的 因為如果女人一個人住廁所板 一定會放下的 拿起來,他就覺得有個男人在 其實那種是自己騙自己的 我們的結論是 其實女人還是要愛才可以跟男人相錯 但做那些事也沒有錯 是不是? 沒有錯 沒有錯 沒有錯,對 沒有錯 似乎每個人的道德觀價值不同 現在搞成不一樣 所以就是 其實道德觀不同 就是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大膽的人 其實我的蛋很好吃 很棒,我不選自己一個人睡覺 是嗎? 好像很喜歡駕駛電單車 駕駛得很快,我飄… 好舒服 現在還會駕駛嗎? 為什麼呢? 因為我全身上下都是駕駛車 之後… 傷過 對,全身…外面都是傷過 發生過以外 對 所以人最重要是注重自己的身體健康 對 窮年輕已經說了這麼老的話 對,很可憐 是他體驗回來的 對,真的很可憐,很辛苦 這是體驗你不介意的 因為你年輕的話 你不介意這些 醫院… 你不傷過的時候可以這樣說 當你受傷過的時候 你有疤痕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就是一個記憶 其實你是醫院太太 因為我在醫院住過三次 你不是照顧自己的 在旁邊的人 旁邊的人 旁邊的人 你看到旁邊的人 就覺得… 很… 不知道… 珍惜自己的健康 對,因為你看到的 對 所以身體健康最重要 是